为了拯救我哥的恋爱脑 我勾搭上了他的死对头 老子不同意 和他分手 你先分 给我打电样 果然 能打败魔法的 只有魔法 一 我哥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 晚宴上 他接过一个中年男人递过的酒 仰头喝下 然后拿出手机看了眼 我哥发的信息弹了出来 别喝太多 需要我来接你吗 他按锡手机屏幕 没有回复 继续喝着酒 我在旁边偷瞄了眼 他给我哥的备注是 188 8块腹肌 人傻钱多 我哥这不是被人当成鱼在吊吗 这怎么能行 我站起身 离开宴会厅 给我哥打了电话 电话那头 我听见引擎发动的声音 不是吧 人家都没同意让你接他 你就出门了 他喝多了 晚上不好打车 我深吸了口气 劝道 哥 我真觉得这个女孩不行 我觉得他挺好的 他对待感情的态度 好像不太认真 我哥笑了声 没事 我认真就行了 我沉默了下 今天晚宴上 那么多人想送他回家 不差你一个 你信不信 他会上我的车 哥这不是我第一次劝他了 他没一次听劝 我终于忍不了了 你知不知道 他给的你备注是188 8块腹肌 人傻钱多 大晚上人家不理你 你还尚赶着去接他 你是舔狗吗 电话那头愣了下 这备注听起来挺吉利的 证明我有机会 好吗 都不用人家姑娘动手 他自己就会扑我自己 他说的这几句话 差点把我CPU都干烧了 哥 你去吧 我助你身体健康 他笑着挂断了电话 还是我妹最乖了 我冷笑着 看着被挂断的手机 是啊 心里都这么不正常了 身体可要健康点 二 在灵芝一出现前 我哥还算正常 收了顽固的性子 专心继承家业 我爸也难得地夸了他几句 谁知道 他是个没救的恋爱脑 看在血缘关系的份上 我还是打算救救他 第二天 我约了闺蜜陈思思喝咖啡 我不能看着我哥 在这样身陷了 你之前不是说过 我哥挺帅的吗 我可以帮你追他 陈思思搅着咖啡 尴尬笑道 其实我之前背着你聊过你哥 可是你哥太高冷了 聊不动 季月 高冷 你见过他现在 这副不值钱的样子吗 我有些头疼的 揉了揉太阳穴 抬一眼 视线定格不远处的一个男人身上 他手臂上搭着西装外套 袖口挽起 露出一截冷白的腕骨 他垂着眼看着手机 接过店员递过的咖啡喝了口 然后很快走了出去 陈思思感叹了句 又是个极品帅哥 我望着他清俊挺拔的背影 难出了他的名字 徐锦诚 陈思思眨巴着眼睛看着我 不是 怎么长得帅的你都认识 这要从何说起呢 徐锦诚是我哥的高中同学 那个时候 徐锦诚是全校公认的校草 而我哥是校爸 我哥说 啊对对对 他是校草 脏话的那个草 老子是校爸 爸爸的爸 我哥挺讨厌他的 特别看不惯他 整天就知道看书装深沉 最TM凡装逼的人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我哥和他打了一架 差点退学 我和徐锦诚唯一一次交集 就是我捡到了他的校园卡 还给了他 第二天 他给我买了草莓牛奶道谢 却被我哥揪着衣领 警告他离我远点 草莓牛奶也被我哥 扔进了垃圾桶 从那天过后 我和他再也没说过话 突然间 一个绝妙的念头 在我脑海中闪过 我看向陈思思 问思思 你能不能教我怎么追人 很急 陈思思瞪大了眼睛看向我 你要追谁 就刚才那人 我整理了一下思绪 他叫徐锦诚 我之前在学校 就和他说过几句话 完全不熟 这种情况该怎么下手 陈思思愣了愣 所以 你刚才远远地看了他一眼 就打算追他 你们家恋爱脑都是批发的吧 三 拜我哥所赐 我没谈过恋爱 不过还好 有陈思思这个军师在 陈思思向咖啡厅店员打听过了 徐锦诚经常来这家咖啡厅 都是买打包好的咖啡 拿着就走 他应该在附近上班 我应该可以蹲手 我用笔记本电脑刷着考研题 顺便拿起手机 拍了张咖啡厅的照片 发朋友圈 佩文是 等他 很快 我哥的微信弹了出来 你在等谁 我回到 一个我喜欢的人 我哥的电话 很快就打了过来 记家 你谈恋爱了 我摇摇头 没有 我哥像是松了口气 我说 我还在追他呢 怎么 我不能谈恋爱 行啊 我哥的声音像是咬着牙 你总该告诉我 他年龄多大 在做什么吧 徐锦诚在做什么工作 我不知道 我开始瞎扯 年龄和你差不多大 工作吗 好像在做rapper 耳边传来我哥调整呼吸的声音 他长得特别像我高中时 暗恋了一个黄毛 我补充了句 电话那边传来我哥的怒吼 记家 你要气死老子是不是 我把手机拿远了点 还没来得及爽 余光瞥见一个身影走了进来 我连忙摁断了电话 走了过去 装作不经意地 侧过头看他 弯折眼笑道 学长 好巧啊 徐锦诚微眯着眼睛看着我 以前我在他眼里 就是个初中部的小孩 他肯定不记得我了 我正要自我介绍 记家 他叫出了我的名字 语调很轻 莫名的温柔 我心跳微致 随后 我加他的微信 他也没拒绝 我记得以前 徐锦诚是很难接近的 四 回家的时候 陈思思给我打了电话 你哥刚才竟然给我打电话了 他问我 你是不是和一个染黄毛的rapper谈恋爱 我笑了声 我瞎掰的 他竟然信了 看来我哥是吃这套的 计划可行 对了 我加到我哥死对头的微信了 陈思思立刻来了八卦的兴致 开始连环追问 我怎么知道 笨 你翻他朋友圈啊 有道理 挂断电话后 我点开徐锦诚的深色头像 想点开朋友圈 却不小心触动了拍一拍功能 正要撤回 那边发过来一个问号 我尴尬的不知道怎么回复 语音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摁下接听 我待会有个很长时间的会议 可能回不了你的信息 找我什么事 徐锦诚低沉带着磁性的声音 顺着电流传过来 我慌了 没什么 就想看看你的朋友圈 刚说完 我就想咬自己的舌头 我到底说了什么呀 我不发朋友圈的 想知道什么 他这么直白 我大脑更加一片混乱 了解什么 了解他做没做过 rapper 徐锦诚沉默片刻 缓缓开口 我现在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 工作和收入还算稳定 每天健身跑步 身体也还算健康 不好意思 我没谈过女朋友 所以不太会和女孩聊天 没谈过恋爱 还是没和女孩谈过恋爱 我的大脑持续空白 问 那你喜欢女的吗 不对不对 其实我也没谈过男朋友 也不太会和男生聊天 徐锦诚轻笑一声 我觉得你挺会聊的 当我感觉 我会被他拉黑的时候 没想到他竟然开始解释 他没谈过恋爱的原因 我没时间 之前也没遇到喜欢的人 然后他说 他去开会了 挂断了电话 我突然觉得 他人还怪好的嘞 要是我哥不反对怎么办 五 回到家 我哥正敲着腿 坐在沙发上等着我 我放下包看着他 晚上爸不是要带你去应酬吗 我让老周陪他去了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 季月动了动脖子 走到我面前 明知故问 有喜欢的人了 行道是行 你就不怕我把你男朋友 是染黄毛的rapper告诉吧 小孩子猜完告状那一套 我停顿了下 我也可以把你追女孩的事 和爸说 你告啊 林志义长得漂亮 工作努力 爸支持还来不及呢 季月笑得有细贱 还有 你割皮糙肉厚 扛揍 有道理啊 我咳了咳 其实我是骗你的 我喜欢的那人 现在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 工作和收入还算稳定 每天健身跑步 身体也健康 季月掀起眼皮看我 听起来还不错 叫啥名 我找人查查那小子的底细 我娇羞的笑了 还查什么呀 你认识的 季月的眉眼冷下来 是哪个兔崽子 我不许你这样 叫他 我抿了抿唇 他是你高中同学 许锦诚 季月瞳孔皱缩 不可置信的摇头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宁愿相信 你和一个黄毛在一起 这件事对他而言 就这么不可接受吗 我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用他以前说过的话 对他说 接受吧 爱情来了的时候 什么都挡不住 季月强压着火气 和我解释 谁都行 就那小子真的不行 别看他一副人母狗样 其实阴着呢 你这么单纯 别被他骗了 见我眼神有了松动 他继续说 高中时他看着是好学生 背地里打架比我还狠 还整天和雨花像的 那些小混混一起混 我不可置信的捂住嘴 许锦诚他 是这样的吗 季月拍了拍我的肩膀 佳佳 你年纪小 食人不清很正常 以后离他远点 我没忍不住笑 他好坏 我更爱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 闹钟响了 我八点才爬起床 下楼就看见我 隔万年不遇的进了厨房 一大早的 吵死了 我揉了揉眼睛 看向他 你在做早饭 季月切着菜 漫不经心的说 没有早饭 王一今天休假 饿了自己去冰箱里找吃的 我拉开冰箱 找了片吐司咬了口 随口问 不是在做早饭 那你在做什么 季月语气淡淡 醒酒汤 知意昨天喝的有点多 我就不该多问 在我的记忆中 我哥这辈子都在被女孩坠 以前我都替他收了不少情书 他现在到底是哪根筋大错了 季月侧过头 对上我打亮的目光 眉头微醋 小丫头看什么呢 我的嘴角抽了抽 再看一代霸道总裁 陨落于恋爱脑 季月痴笑一声 都和你说了 我和林志逸和你想的不一样 我懂 我现在都懂 我几口把手里的吐司吃完 转身从冰箱里 拿出了新鲜蔬菜走了过去 季月挑了挑眉 你要做饭 对啊 本着打不过就加入的原则 我点头微笑 给我们哥哥做爱心午餐 当然不是指你 许锦成 不然还有谁 季月冷笑了声 我找人打听了 现在他们公司 最大投资人的女儿喜欢他 两个人都差不多成了 你这小趴才没戏 许锦成不是说 他没女朋友吗 不过这不重要 也不太影响我的计划 我垂眼欧了声 反问 别人喜欢他 影响我喜欢他吗 看来你的境界还不够高啊 季月一个暴力招呼过来 你脑子里声是空的 我踢了他一脚 用手被捂住脑门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真爱 我没搭理他 从网上搜索出做菜的视频 有模有样的学着 当我把做好的菜 装进饭盒的时候 季月在旁边鼓掌 还是我妹好啊 原来你接近许锦成的目的 是用黑暗料理毒死他 哥支持你 我皱着眉 看着饭盒里卖像 确实不太好的菜 要不算了吧 我和许锦成又没仇 谁知道 季月手里拿着跑车钥匙 在门口等我 我真太想看他吃这玩意了 季月转了转手里的车钥匙 朝我笑道 哥送你去 见我没动 他唇角的笑意更深了 怎么 不敢去了 还是说你根本就没和人家说几句话 我哥这人 除了谈恋爱的时候 没有脑子 其他手可惊了 想要骗他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气 我抱着饭盒上了车 拿出手机 给许锦成发了微信 在吗 季月在旁边披了眼 哟 说话这么客气 看来不熟啊 眼看就要被他看穿 我豁出去了 在树栏栏打着字 给哥哥准备了爱心午餐 现在出门了 打完这几个字 我满脸通红的收好手机 走吧 季月的脸色沉了下来 一会他最好吃了你做的饭被堵死 不然我会亲自动手 那我就报警 你要是进去了 我才不会去保释你 你还真是我亲妹 你要是敢坏我好事 我就把你从小到大的黑历史 打包好发给林志义 季月冷吃了声 说得好像你追得上他一样 我抿了抿唇 反正这是我第一次追人 重在参与 季月把我扔在 许锦诚公司附近 刚下车 远远看见许锦诚在楼下等我 回过头 我哥的车还停在路边 没有开远 我连溜走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许锦诚看见我 唇角勾起一抹浅笑 我还在想你是不是发错了 没没没有 我把手里的饭盒递给他 真做了 许锦诚接过 笑了下 现在的小姑娘都那么直白了 她的声线低沉 说话的声音随着微风飘过来 莫名的撩人 我的耳根有些发烫 我跟着她 走到旁边的长凳上坐下 眼看她要揭开饭盒 我连忙提醒 我没做过饭 你看看就行了 许锦诚打开饭盒 眼里没有丝毫嫌弃 反而拿着筷子准备夹菜 我想按住她的手 但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我做得不好 你真不用吃的 她抬眼看着我 浅棕色的眼瞳里 倒映着我的影子 她的眼睛很漂亮 比桃花眼略长 不笑的时候冷淡 笑的时候轻挑多情 难怪她当年是笑草 你都做了 我总得尝一下吧 停在身后不远处的跑车 传来轰荣门的声音 我回过神 我哥说 你们公司投资人的女儿喜欢你 许锦诚眼尾轻轻勾起 看着我 我和他除了开会之外 没有交集 我正愣地点了点头 他忽然又问我 你哥还和你说什么了 我眨了眨眼 他还说 他家给你们公司投了很多钱 你们差不多快成了 投再多钱 我和他也没戏 他停顿了下 加起一块菜放嘴里 不过 你请我吃块肉就行了 那块好像不是肉 像是茄子 徐锦诚将嘴里的东西 缓缓咽了下去 做得不错 有肉味 身后不断轰荣门的声音 让我不敢多怠 我也怕呆久了 徐锦诚真把我做的饭给吃完了 上车的时候 纪悦正死死地盯着我 你再不回来 我都打算开车窗死他了 我瞪了他眼 随即笑道 他说 他和那女的没戏 他说 你就信 我点了点头 一副懵懂的样子 纪悦深吸了口气 软下嗓音和我说 加加 你信哥一句话 徐锦诚男人真的不行 我扯了扯唇角 我之前也和你说过 林志义不行 林志义不一样 纪悦停顿了下 反正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我侧过脸看他 当然 你哥我不一样 我冷笑了声 你还真是把双标玩得明明白白 纪悦垂眼看着万表 这个点他该醒了 我要去送醒酒汤了 说完 他看向我 没时间送你回去了 你自己打车吧 没救了 彻底没救了 八 下午 我在院子里一边刷着蹄 一边晒太阳 大学室友在我家公司实习 他给我发了条信息 纪经理今天又迟到了 让我帮他打掩护 要是被抓到了 我会不会连实习证明都开不了啊 回了信息 我将手上的书盖在脸上 遮住刺眼的光 脑中回想着我爸说的话 我哥要是继续烂泥扶不上墙 就培养我继承家业 我可不想过上那种 天天应酬开会的日子 还是再努力努力吧 我回到房间 将登山道具拿出来拍了照 发了条朋友圈 男神约我爬山 第一次约会要注意什么呀 我还是要点脸的 所以这条朋友圈屏蔽了许锦诚 一时间点赞评论无数 朋友圈截图还登上了校园网热搜 用我哥的话说 追人嘛 不要怕丢脸 晚上 纪月敲响了我的房间门 你要和许锦诚去爬山 他的脸又黑又沉 真巧 我明天也要去 你想搞破坏 我挑了挑眉 你这样有点不讲武德了 你找林志逸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坏过你的好事 谁稀罕破坏你这个小孩过家家 纪月不屑地笑了声 知意喜欢吃山上的笋 我明天去给他买点 我的视线下矣 目光落在他微台的右脚上 你脚怎么了 刚才打球拉伤了 那你还去爬山 不影响 他脚都瘸了 都没放弃破坏我的约会 我无语地笑了笑 还买什么笋 山上的笋都被你夺光了 第二天 纪月一蹦一跳地越过我 拉开副驾驶座坐了上去 我只能坐在后座 他懒懒地扫了眼徐锦诚 你喜欢我妹 徐锦诚眼神都没给他一个 淡淡道 有好感 我的唇角微微弯起 纪月往后仰了仰 这车不错呀 你现在混得挺好的呀 徐锦诚发动车子 没有搭理他 纪月语气叼锅铛 你想和我妹在一起 怎么说也得开个无犯罪证明 再顺便把你们公司的财务报表 给我看看 证明你做的是正经事 徐锦诚下河线紧绷 我没做过违法的事 公司除了对外公开的信息外 其他的东西我没全力给你看 纪月冷吃一声 你没做过违法的事 谁信 徐锦诚瞭起眼 透过车内后视镜看向我 浅色的眼眸冷淡却温润 你信吗 我顿了顿 信 徐锦诚的唇角弯了弯 我哥弟骂了句脏话 就 我和徐锦诚在前面走着 纪月处着登山障跟在后面 清晨的光 透过斑驳的树叶落下 空气很清新 还有 近在咫尺的徐锦诚 我对他的记忆 好像都很遥远 我读高中的时候 确实认识一些混混 我眨了眨眼 你这是在和我解释 他摁了声 我是在雨花巷那种地方长大的 长大后 我努力远离了那个地方 我看着他 微微愣神 他对上我的视线 浅色的眼瞳暗了暗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些 不用放在心上 我挪开视线 转移着话题 你大学的时候 经常参加比赛吗 好厉害 可是我不喜欢 他眼底样着笑意 我还是比较喜欢讲经 我转过头弯着眼望着他 看来学神也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吗 至少我们的喜好是一样的 纪月的声音书弟从身后传来 纪家 你有没有良心 知道我腿不好 还和那水走那么快 我又无语又觉得好笑 你腿不好还跟着我们来爬山 他朝我招了招手 过来 扶老子 我走了过去 扶着他的手臂 哥 你就消停点吧 腿都这样了 还闹腾 纪月顺着力道 往我这边靠着 我还不是怕你被他骗了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让你看清他的为人 我认真说 我觉得他人还不错 至少我能感受到他很真诚 纪月冷吃一声 除非我死 不然我不会看着你往火坑跳 巧了 我也是 我望着前面徐锦诚修长挺拔的身影 下定了决心 哥 我们一起放弃吧 我放弃徐锦诚 你放弃林志义 纪月嘴角扯了下 少把林志义和徐锦诚这玩意相提并论 谢谢你啊 让我觉得人还是自私一点好 我松开他的手臂 大步往徐锦诚的方向走 一步留神 踩上了石阶上的青台 直接摔在了地上 徐锦诚听见声响回过头 小跑到我面前 将我扶到了路边 脱下我的鞋子 检查着我的脚踝 他的指腹带着脖茧 微凉 软组织有些挫伤 没什么大问题 他扶着我站起来 我用伤脚踩了踩地面 倒吸了口凉气 疼 那我扶你 风吹着他额前的碎发 他的声音很温柔 纪月忍了很久 终于出声 纪家 过来 哥扶你 我看着他握在手里的登山杖 想象了一下他扶我的画面 有种把纪家脸都丢光了的感觉 徐锦诚扶着我下山 走得很慢 纪月漫漫咧咧地跟在后面 他们不经意地对视了一眼 看老子干什么 想打架 纪月语气欠揍 徐锦诚懒懒开眼 在我耳边轻声道 你哥比山上的猴子好看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他的眼梢里一出浅笑 没想到 他还挺坏的 你的脚伤着 不能走太多路 要不我背你吧 我哥不会同意的 放心 我腿脚好 他追不上 我趴在徐锦诚的背上 他身上的味道轻烈 夹杂着淡淡的烟味 我回头看了眼我哥 他正被气得满脸通红 原来叛逆 是这种感觉啊 十 那天之后 我对徐锦诚的感觉 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我有些分不清 我是为了刺激 我哥接近他 还是真的想追他 晚上 我正躺在床上 给徐锦诚发着信息 纪月推门走了进来 视线在我脸上停留片刻 脸色更沉了 给徐锦诚那小子发信息呢 笑得这么不值钱 我摸了摸脸 很明显吗 纪月冷吃了声 我高中的兄弟 在酒吧喝酒 看见徐锦诚约了一个美女 要不要去看看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后来我哥说了什么 我一句都没听进去 只知道回过神的时候 我已经坐在我哥的车上 他好像说带我去捉奸 让我彻底死心 纪月一路上笑得得意 嘴里一直念叨 哥早就告诉过你 徐锦诚不是个好东西 等他拉着我到了地方 他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 因为和徐锦诚在一起的人 是林志逸 林志逸端起一杯酒 递给徐锦诚 两人碰了碰酒杯 徐锦诚侧着脸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不过林志逸的表情 却很温柔 他对我哥 从来都是冷着脸 我不知道该气还是该笑 要不要这么狗血 突然 我感觉一道力落在我背后 又猛然收住 我回过头 看向纪月 你刚才是不是想推我 他的手掌还放在我背后 眸光闪躲 我这不是没下手 控制住了吗 我哥这个恋爱脑 刚才竟然想把我推出去 这样就可以破坏 林志逸和徐锦诚了 这都什么人啊 十一 回家的路上 我和我哥都很沉默 在等红灯的时候 他终于开口 老子一开始就不同意 你和徐锦诚在一起 这下你总该和他分手了吧 我撑着头 看着窗外的夜色 和略过的光影 心里说不出的烦闷 你先分 和我打个样 车里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我转过头 对上了纪月的视线 那一刻 我们读懂了彼此的眼神 不是吧 都这样了 你都不分 真是 费洋洋来了 都得递之烟 王宝川都得腾出挖野菜的地 到家门口的时候 我终于没控制住情绪 在纪月怀里哭了出来 哥 你说的没错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纪月拍着我的后背 那我呢 我抽了抽鼻子 我没把你当男的 纪月被气笑了 好了 回去好好睡一觉 把那个渣男忘了 忽然 一道车灯打了过来 我瞇了瞇一眼 看见徐锦诚走下了车 纪月把我护在身后 离我妹远点 徐锦诚看向我 问 你把我拉黑了 我垂着眼睛 没说话 你和他多说一个字 我就揍你一拳 纪月语气不善 徐锦诚的视线 落在纪月的脸上 林志亦说 看见你了 你带着季家去酒吧了 纪月往前走了一步 飞猛死沉沉地盯着徐锦诚 以后 离我的人远一点 我对你那些是没兴趣 徐锦诚走近了些 目光垂下来 向我解释 林志亦有个混蛋弟弟 前几天找我的麻烦 他今天找我是为了道歉 纪月挑了挑眉 他弟弟怎么了 徐锦诚像是没听到他说话 继续问我 我下午排队 给你买了甜羹 吃吗 我眼泪都还没擦干净 正愣地点头 吃 我突然觉得 自己没出息的样子 像急了我哥 徐锦诚拉着我上了车 顺手锁了车 黑夜 车内光线昏暗 他微微低下脖梗 和我平视 他身上沾染了淡淡的酒气 只副青触上我的眼角 一点点擦着 哭过了 没有 最好没有 他笑了声 拿出保温筒 揭开盖子 递到了我面前 甜羹还冒着热气 很甜 是气人心皮的那种甜 徐锦诚安静地看着我 淡淡开口 问你个事 我抬眼看他 他有些不自在地垂下眼睫 阴影附上浅色的眼瞳 深邃如叶 我们能在一起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徐锦诚让我不用着急回答 一整晚 我的心跳都很快 还失了眠 十二 徐锦诚工作很忙 但在下班后 经常找我散步 刚下过 路面上有很多水坑 他害怕我滑倒 他的手心贴着我的手心 我刚准备和他道别 我哥的电话打了过来 季月的声音醉熏熏的 我喝多了 开不了车 你来接我 我才拿驾照 开不了你的车 你找代驾吧 他像是没听见我的话 自顾自地说道 就在上次那个酒吧 原来他还在这间酒吧住畅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等我赶到的时候 林志逸正在台上 唱着青柔的爵士乐 声线性感沙哑 他看见我 朝我招了招手 他看起来很冷 笑起来却很甜 季月坐在离他很近的地方 听他唱歌 身上搭了条棕色的围巾 我到他面前 怎么不叫你那些兄弟来接你 那些不是狐风狗友吗 季月朝我笑了笑 叫你来 不是显得我手难得吗 我 最后 我和林志逸一起 把他扶上了徐锦诚的车 他今天帮我挡了很多久 回去帮他泡点蜂蜜水 我朝他道了谢 关上了后座的车门 车开出一段距离 季月眼睛睁开了一条缝 看向我 迪家 我身子一僵 徐锦诚不动声色的看了我眼 低笑 迪家 我脸颊发烫 开口解释 我爸妈给我取的名字叫纪婉 我哥说难听 哭着闹着要给我重新取名 所以我户口本上的名字就是纪迪家 后来才知道那是奥特曼 我爸才给我改成了纪家 哪个女孩子愿意和奥特曼一个名 我哥这人还真是从小就坑妹 季月突然出生 那名字多酷啊 你知道我小时候有多羡慕你吗 我回过头 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哥和你说 徐锦诚那人就是怪兽 我转过头 不再搭理他 徐锦诚修长的手搭在方向盘上 漫不经心的说 你哥好像真的挺讨厌我的 我叹了口气 他这人就这样 你别放在心上 季月歪着头睡着了 你路上都很安静 车缓缓停下 徐锦诚帮我拉开车门 俯身凑近我 轻声道 我也挺讨厌你哥的 所以就算你只是利用我气他 我也是愿意的 温热的气息轻轻掠过的耳畔 一个前吻落在我脸侧 他看着我 眼底翻涌着不知名的情愫 最后 我听见他轻声说 晚安 十三 那晚过后 徐锦诚偶尔也会来找我 他用电脑处理着工作 空的时候会帮我看题 抽杯我单词 我们时常安安静静地待上一个下午 他是个很聪明的人 也许他早就看破了我 接近他的目的不太单纯 他只是没有说 他也没在提想和我在一起的事 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好像很近 又好像很远 那天 我哥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我和林志义彻底完了 我清醒了 你呢 你真打算和徐锦诚在一起 我没有说话 只是愣愣地看着他 我差点忘记了 我接近徐锦诚的原因 我不清楚 自己到底是不是喜欢他 但实在不喜欢 和他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 我随手打了一辆车 去到第一次和他见面的咖啡厅 点了杯咖啡 然后给他发了条信息 玻璃窗外 天空开始飘起萌萌细雨 路灯暗淡 可以看见细密的雨丝 天色转暗 但我一眼就能看见 那个穿着白衬衫的男人 穿过雨雾朝我走来 徐锦诚走到我面前 他的发丝上戴着雨滴 衬衫被雨水浸湿 隐约可以看见肌肉线条 他深深地看了我眼 问想和我说什么 我抽了几张纸巾递给他 他胡乱擦了擦脸上的雨水 动作有些烦躁 我鼓起勇气 缓缓开口 对不起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当初接近你是因为想刺激我哥 因为我劝过他很多次不要 和林志义在一起 徐锦诚讥讽地笑了声 反问 你当初接近我的时候 和你哥一样觉得我不是好人 我摇了摇头 不是的 徐锦诚低着头 看着我 沉默很久 才开口 所以 你今天是想告诉我 我们之间算了吗 我正要开口 却被他突然打断 算了 我不想听他往窗外看了眼 浅色的眼眸染上雨雾 雨下大了 晚上不好打车 我送你回家 我仰着头 轻声问 你不生气吗 他抬手 不轻不重得揉了揉我的发 不生气 十四 在车上 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 徐锦诚的车停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候 我转过头看他一眼 车窗外的灯光透过雨水折射进来 光影交错在他轮廓分明的脸上 看不清他眼底的情绪 我反复回想着 他说的那句不生气 陈思思发来一句语音 我点开 贴近耳朵 不是吧 他这都不生你的气 你是救过他的命吗 他的声音通过车内音响 在安静的车内末地响起 甚至还有回音 天哪 我怎么忘了 之前用蓝牙连过音响放音乐 这该死的自动连接功能 我慌忙道歉 对 对不起 徐锦诚眼洁微颤 没有说话 我以为他真的不理我了 停好车 他撑着伞把我送到家门口 技嘉 他突然联名待信地叫我 声音又低又沉 你真就过我的命 我不解地望向他 他扔下伞 手掌突然扣上我的手腕 在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被他抵在了墙上 眼底的冷意 请客间散去 侵略性的目光 一寸一寸地打亮着我 我的腿有些发软 他突然俯下身 我以为他会吻我 但他没有 他抱住我 把头搁在我的颈窝 贴着我耳畔 哑声说 就算你就过我的命 也没有下次了 你不能招惹了我 又不负责地把我扔下 家家 我不是坏人 十五 那天过后 徐锦诚很少出现在我面前 他好像很忙 又好像是不太想见我 我偶然听见 我爸打电话说 会去徐锦诚的公司考察 我临时充当了一回 我爸的助理 跟着他一起去 电梯里 我们听见两个小姑娘 低声议论 徐总今天推了下午的会 亲自接待客户 什么客户那么重要 唐总和唐小姐 投了那么多钱 他都是让商务部接待的 就是啊 走出电梯 我爸有些猛地问我 刚才那两个小姑娘 说的是我们 对啊 您是重要客户 徐锦诚的助理 将我们一行人 领进了会议室 我爸和几个公司高管 坐在他对面 听他讲着公司的发展和项目 会议结束的时候 我爸感叹了句 徐总看着那么年轻 没想到懂的东西那么多 我本来就是学这个专业的 算是技术入股 成了公司的合伙人 徐锦诚说 我爸站起身 走到我身侧 叹了口气 他和你哥差不多大 哎 优秀的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我朝我爸笑了下 其实我喜欢的人 也挺优秀的 他读大学的时候 参加比赛 拿了很多奖和奖金 我的声音不大 但徐锦诚刚好能听见 他拿起文件夹的动作顿住 抬眼看向我 我爸轻拍了下我的肩膀 什么时候带他来见见爸爸 我不敢去看徐锦诚的眼神 低着头 正准备走出去的时候 被他叫住 他走到我面前 将手里的文件递给我 轻声说 资料拿回去看看 我动作温吞的结果 抬一眼对上他的视线 他垂眸凝视着我 浅棕色眼瞳里 映着我的影子 眼尾微弯 轻挑多情 突然 他的手揽上我的腰 我被他拽到了门后 与其他人 只隔着一道门的距离 我瞪大了眼睛望着他 他的额头抵着我的 低声问 你刚才说喜欢的人 他放在我腰间的手 骤然收紧 他的吻落下来 滚烫的 隐忍的 克制的 这是我和他初吻 我全身紧绷 不敢呼吸 最后 他浮在我耳边 微微气喘 家家 我也喜欢你 一直都很喜欢 16 姬月住了好几天院 我才收到消息 听说是林志义的弟弟 找他要钱的时候 带了包 我哥好像受伤了 我和徐锦诚赶到的时候 他正躺在病床上 吃着苹果 我问 你哪受伤了 姬月冷吃了声 那废物能伤到我 被我揍得 亲妈都不认识了 那你为什么住院 蓝尾炎 你怎么不早和家里人说 就是不想和他们说 姬月朝我眨了眨眼 帮我打好掩护啊 话落 林志义推门走了进来 他没有化妆 气质温婉漂亮 用脚趾响也知道 姬月为什么要让我 帮他打掩护 姬月嘚瑟的偏了偏头 对我说 叫嫂子 看来他这辈子 就在在林志义身上了 我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叫了嫂子 姬月的视线 又落在我身后的 许锦成身上 声音冷了下来 我找人查过你的底细了 你大学之后 确实没什么黑料 不过我还是讨厌你 许锦成的唇角微弯 一样 要不是记家 我话都懒得和你说一句 在护士给我割伤口上药的时候 林志义在走廊上 向我解释了 他和我哥的关系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 就喜欢你哥了 那个时候我们短暂的 在一起过 后来高中毕业 我在酒吧住畅的时候 他打了逛我酒的客人 我就和他分手了 觉得自己根本配不上他 这次和他遇见 我本来不想和他在一起的 可是他说他什么都不介意 他怎么那么傻 我这样没有一个正常的家庭 还只知道赚钱的人 他到底喜欢我什么 我真的不想拖累他的 他的眼泪大颗大颗的落下 我递给他一张纸巾 林志义擦了擦眼泪 抽气了下 我和家里断了关系之后 一直想赚钱买房 我想有个自己的家 我也是才知道 你哥很久之前就买了一套房 写的是我的名字 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会有人对我这么好 他哭着哭着又笑了出来 人傻钱多 等他情绪稳定了 我才缓缓开口 那嫂子 你对我哥好点啊 林志义点了点头 你弟现在怎么样了 许景成问 季月报警后 发现他是有暗底的逃犯 每个几十年可能出不来 林志义看向许景成 语气带着歉意 对不起 那个时候我不该求你去救他的 让你和这种人渣扯上关系 没关系 许景成淡淡道 护士帮季月换好了药 林志义推门进了病房 我握着许景成的手 偏过头问他 之前你和我哥 为什么会打架呀 许景成挑了挑眉 林志义因为他弟的事 找我帮忙 和我多说了几句话 他停顿了下 问我 你哥是不是有病 我说 恋爱脑晚期没救了 还好我嫂子人还不错 病房里传来 他们两人说话的声音 我问你 我和许景成谁帅点 成年人为什么要做选择 我就不能 磕你们两个的CP 曹 真TM邪门 老子伤口的线崩开了 我捂着嘴 忍着笑 抬眼 看见许景成正 脸色阴沉地看着我 不许笑 他拉着我上了车 眼睛盯着我看 再笑 就亲你 我不敢再笑了 低头系着安全带 许景成唇角轻钩 这么乖 我是不是该奖励你 我感觉到不妙 他的手扶着我肩靠过来 俯身稳了下来 逼色的空间里 温度不断攀升 他气息滚烫 血裹着凛冽的味道 清洗着我所有的感官 过了很久他才松开我 在一起之后 他好像很喜欢接吻 他发动了车子 轻笑着问我 打算什么时候 带我去见你家里人 我证了证 下个月吧 他扔了颗薄荷糖进嘴里 唇角样着浅笑 我这才反应过来 他唇指尖有薄荷的味道 哥哥 你戒烟了吗 戒了 徐景成笑得有些坏 请你比抽烟上瘾 十七 徐景成翻外 徐景成的人生 离地狱只有一步之遥 高三那年 父亲在工地摔断了腿 没有赔偿款 如果不做手术 会落下终身残疾 冬子是和他一起 在雨花巷长大的发小 那天 冬子拿了几小包东西给他 把这个拿去卖了 你霸了药费就有了 他抬起手 指尖有些轻颤 这个时候 身后有人叫了他名字 是个女孩 声音软糯清甜 让他恢复了理智 徐景成回过头 朝他走了过去 那个时候 他看见了世界上 最干净的一双眼睛 哥哥 我捡到了你的校园卡 谢谢 女孩看了眼 他身后不远处的花壁少年 压低了声音对他说 哥哥 你别和这些人一起玩 好好在学校里待着 徐景成朝他笑了笑 好 那晚 他做了一个噩梦 清醒过来的时候 全身都是冷汗 他应该谢谢他的 他记得女孩身上 有甜甜的奶香 第二天 他给他买了草莓牛奶 却被季月扔进了垃圾桶 季月告诉他 他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是啊 他从小长大的那地方太脏了 后来 他参加奥数竞赛的奖金发下来了 刚好能付父亲的医院费 那时他太过心急 以至于都忘记了这笔钱 保送上大学后 他带着家人搬离了羽花巷 在他大学毕业那年 拿到了很多offer 前途一片光明 而冬子 在那一年被判了死刑 人生的选择 也就是一瞬间 那个女孩带他逃离了深渊 真的救了他一命 他以为 他和他的世界不再会有交集 却在一个安静的午后 他朝他走了过来 有些刻意的回眸 朝他腕眼笑道 学长 好巧啊 那天风和阳光都很温柔 徐景成看着他的眼睛 说 季家 好久不见